下面我们来学习骨肿瘤 骨肿瘤职业医师助理医师都要求大家掌握 那么职业医师要求掌握的内容要多一点 包括概念 包括骨软骨瘤 骨聚细胞的骨肉瘤 转移骨肿瘤和骨囊肿 那么助理医师只要求大家掌握概念方面的东西 包括诊断 治疗原则 或狼性 良性骨肿瘤的临床表现 或恶性骨肿瘤的临床表现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两恶性肿瘤的临床特点 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之间各有之特点 既有相同的 也不同的 你比如华为你良性肿瘤肯定多 恶性肿瘤肯定少 不然人都死光了 是不是 但是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也有它独特的特点 为什么 我们一般的大家都知道良性肿瘤 年轻人多 恶性肿瘤 成人多 或者老年人多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这就是老年人快死了 得了个肿瘤死了 但是 股肿瘤跟这个相反 跟我们平常的认知是相反的 良性股肿瘤 成人多 恶性股肿瘤 年轻人多 由于是年轻人多 怎么样 得了恶性肿瘤肿瘤 经常就最后做手术 最后要截肢 截肢之后 也不能存活多长时间 最后一个十几岁就死掉了 所以看得气气散散的 在股科学里面可以看到什么 很多很多的这种小孩 得了股肉瘤 这是点心的恶性股肿瘤 好了 截子 化粮 再化粮 再化粮 到最后死掉了 所以这恶性股肿瘤 那么大家这样记就可以给他记住了 好了 举的例子 这两个例子 记上考到 良性股肿瘤的点心粒子 骨肉 软骨牛 恶性股肿瘤 点心粒子 骨肉牛 所以他也经常这样一个出题 恶性股肿瘤最常见的是哪一个 大骨肉牛 良性股肿瘤最常见的 骨 软骨牛 所以这两个例子 两个例子考了多少次 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就一块给他记到 好了 两个大家注意了 良性股肿瘤和恶性股肿瘤都有骨质破坏 既然你都有骨质破坏 所以都可能发生病理性骨质 好了 良性股肿瘤 那么一般来说 假如没有骨质的话 一般没有疼痛 因为他身上速度变慢 恶性股肿瘤 常常有精锐性症状 所以有疼痛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肿块 良性股肿瘤肿瘤常常硬 没有牙痛 恶性股肿瘤 由于生长比较快 所以他也有牙痛 恶性股肿瘤 由于他肿瘤身长比较快 所以肿瘤突出的时候 可以压破血管 导致血管漏胀 而良性股肿瘤 慢慢生长的 有时候一个良性股肿瘤 你比如说这个 良性股肿瘤 骨软股瘤 它可突出生长几十年 都是这样 保持不悦 你想一想 它哪有血管漏胀呢 跟你正常人一样 它主要这个骨心头脊 长出来像三样脚一样 这么症状也没有 既没有痛 也没有血管漏胀 这么多些都没有 良性股肿瘤没有转移 这大家都知道 恶性股肿瘤有转移 骨肢破坏两者都有骨肢破坏 但是恶性股肿瘤 由于骨肢破坏的速度很快 那么常常就有骨膜反应 这骨膜反应 常常是恶性股肿瘤的 X线特征之一 好 大家看看 这个骨膜反应 也叫科特曼三角 也叫耳光色相现象 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看看 像太阳光照射这个地方 成三角形 所以叫做科特曼三角 耳光色相现象 骨膜反应都是他 也叫三角形骨膜反应都是他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跟大家说出的 两个恶性股肿瘤的独特的现象 这种独特的现象 经常考到 所以大家忌惮看待了 这科特曼三角 那么马上想到 这是恶性股肿瘤的点心表现 恶性股肿瘤又是什么 又是骨肉流多结 所以经常就考虑这个 这个就考了五首次 好了 这三种内心独特的现象 那么经常才考试这么出现 这三种内心 大家要牢记一再心 像公子一样牢记一再心 第一 科特曼三角 常常见于恶性股肿瘤 哪个恶性股肿瘤 股肉流 从不需要现象 那么常常见于一味肉流 也叫油鹰肉流 它有英文名称 这就是油鹰肉 也叫中文名称 油鹰肉流 原来脑的叫法 叫油鹰肉 都是它 好 肥育肿瘤发炎改变 注意骨肌细胞流 三个三个 一定要给它搞清楚 科特曼三角 我刚才说了 也叫三角形的骨膜幻影 也叫耳光色性形象 只要看见这种东西 闭在眼睛 给它整在这个骨肉流 基本上考试中间都是正确的 还有个冲不西洋现象 什么叫冲不西洋现象 冲不西洋现象就是说 这个骨的外目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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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年轮一样 那是树的年轮一样 它叫年轮现象 也叫同性元轮现象 都是它 像种羊虫皮一样 剥了一层又一层 那么它的典型表现 就是有鹰肉流 大家看看 是不是像树长了一年 一个年轮一个年轮 套起来 这叫虫香现象 羊虫皮要现象 你说不像羊虫皮 这是界面图吗 加上个立体的 它不像羊虫皮吗 是不是 回叉炎现象 大家看看这时候像回叉炎 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 这是回叉炎 所以排片的四个月 大家回叉炎炎炎改变 估计西方流 这是交接性的中流 好 这三个这三个 在考试中间机上出现 那么大家一定要脑机在心 看在这三个 马上 就是看在这前面的这个现象 马上应该想到它的临床表现 后面的三个疾病 所以大家什么 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是不是这样 大家看看 一五年考了个B星期 大家看 估计西方流的电线 看这表现 你就到这边找 回叉炎炎炎改变 哪一个 答案为B是不是 第一个答案出来了 骨肉的点心 按照表现 骨肉的是点心的 恶性骨肿瘤 它有什么 骨膜反应 所以有耳光 方式上骨膜反应 科特曼三角 都是它 因此正确答案为C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A 骨质破坏 死固形成 这是慢性骨肢瘤的表现 充强骨膜反应 这是有意肉的 电线表现 所以不大低 好 干个单 并且清楚的 熔骨性病兆 这是 跟大家说的 骨质破坏 样的表现 所以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说的 这五个大象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16年这个死体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男人18岁 大家看看 不要看 看着这 期盘中 骨质破坏三角 马上恶性主护 中间都一打完了 还到了 了解什么呢 不要了解了 所以骨质破坏三角 刚才我说的 就是他的什么 特质性表现 看着骨质破坏三角 漂一眼 骨肉的 完了 所以像这种题目 他其实上 登陈队的解体 就是这里 好了 然后大家假如我讲课 还是要跟他一起解完呢 给这个题目念完呢 男48岁 也就是年轻人 好坏恶性骨腫瘤 左大腿 疼痛 那么证明他的这个骨头 是大腿 也就是骨骨上面 好了 看是不是 疼痛症 持续症间加重 夜间有甚 这是典型的 恶性骨腫瘤的特点 左大腿有牙痛 皮温增高 还有恶性骨腫瘤 有皮温增高 有筋盘涂张 哎 典型的恶性骨腫瘤的表现 大家看在二次线 甚至做骨骨下单 骨质破坏 有空那么三角 那么又是不是说的答案为A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第一个 独特的 最常见的 两性骨腫瘤 骨软骨瘤 骨软骨瘤 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个典型的 两性骨腫瘤 所谓两性骨腫瘤 大家在干个单 缓返的生长 有时候很多年 有时候几年 甚至几十年都长在这 他又没人或症状 出来个骨心头 就没人或症状 像三眼角一样长在这 他也不上医院看病 突然哪一次 跑步的时候摔倒了 摔倒了 把他这个三眼角搞断了 他出血了 没办法再到医院去看病 一般都是这样 好 这就是 我们跟大家说的 骨软骨瘤 好好也干脱胆 长骨的干脱胆 假如记不住 你记住这一个什么 只进骨的下单 不是干脱胆吗 出骨心包块之外 什么症状也没有 所以这种病人 不上医院看病 但是他比较丑 为什么呢 他这个腿上面 像三眼角一样 长在头上一块 他也不知道长得什么东西 他就比较丑 所以这种人 不到公共澡堂去洗澡 有没有人都大学的时候 别人都在冬天 都到公共澡堂去洗澡 他就不去 搞一份 搞一桶热水 到那个澡堂里面 洗 但是又冰冷吃骨 他就这么没办法 为了冰冷吃骨 避免这冰冷吃骨的反常情绪 他怎么样 隐坑高高 他找堂歌手 所以这种病人最容易当找堂歌手 他就大杠大笑 他就是为了装胆 好了 大家注意了 在夏天 他怎么办呢 不当朝堂歌手了 到了夏天 他永远不会穿胆裤 男的不会穿胆裤 加上女的呢 不会穿裙子 一穿裙子 看到他这个什么 古心投袭了 一穿胆裤 男的 别别人看到了 这是他的什么意识 他不会让别人看到 所以一年四季穿什么 穿牛仔裤 他就最喜欢穿牛仔裤 牛仔裤 别人看不到 他穿薄薄的衣服 说不定别人 一坐下来 别人也知道这个地方投袭了 是不是 哎 你是长什么 你问 他年红 就这样 所以那些早堂歌手 所以那些夏天都穿着 厚厚的牛仔裤的这些人 你一定要注意 关起来问他 你是古软古牛吗 yes 被人已经很多年了 从小四个就要 这应该三十年了 哎 他过来知道 没有任何症状 就是个古心投袭 他以为他 像长指头一样 长了六个指头 别人五个 他六个 他在这多长了古心投袭 这种病人其实在 假如他上医院 很简单的那个手术 就是个门诊手术 打点麻醉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切掉 切掉之后给他戳屏 拿着骨厨给他戳屏 完了就完了 他一般又是良性容易 也不复发 这就他的治疗方法 我们来看18年考的这个试题 关于古软古牛 临床表现的叙述 正确的是 正确是哪一个 答案A X线检查可见 古墨缓运 古软古牛 是一个良性故肿瘤 所以他不会出现 恶性故肿瘤的特性表现 古墨缓运 所以A 绝对不正确 答案B 总块明显皮肤 有静脉路张 我们刚才说了 总块明显皮肤 有静脉路张的 那是恶性故肿瘤 不是良性故肿瘤 所以绝对不是 古软古牛的瘤状表现 所以不答B 单C 肿瘤与周围界限不清 是典型的恶性故肿瘤表现 显然不是古软古牛 良性故肿瘤表现 所以不答C 单D 肿瘤生长脚快 发明显的疼痛 这是恶性故肿瘤的特有表现 所以不答D 因此正确答案 出来了 只有可能答案什么 1 一般无症状 生长缓慢的 孤性头型 所以古软古牛 一般都是 减性良性故肿瘤 一般都没有症状 不产生牙发症状 没有症状 生长缓慢 长了10年20年 还在这 就是个无心头脊 像三样脚一样 所以正确答案答1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下面这个四题 男15岁 两个月之前 无意中发现 右小腿 静单 无疼痛 及活动障碍 插体 右小腿 静单可逐近 三公分成两公分的一个种屋 直立脚印 无活动 没有明显牙痛 还有个时间检查间 右 静骨 干构单 有地的 骨性头型 没有骨质破坏 也没有骨毛反应 最实意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你首先明白 这个问题考虑的是个什么样的疾病 你才知道 一个小男孩 15岁 两个月之前 发现右小腿 静单的一个种屋 没有疼痛 没有活动障碍 证明它是什么 是一个骨性头型 是一个骨性头型 三公分成两公分的这个种屋 骨性头型 没有疼痛 没有牙痛 证明它是个什么东西 良性骨肿瘤 良性骨肿瘤 最常见的 那么就是骨软骨瘤 所以这个第一应该证明它 骨软骨瘤 一个良性骨肿瘤 所以他问你 良性骨肿瘤该怎么治疗 该怎么治疗 随程观察嘛 没有任何正常 不管它嘛 它长十年二十年 还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突然哪一天摔脚摔断了 把这个三眼角给摔断了 出去 他就到医院去 你要他在做手术 他也不会做手术 所以这个题就答一 随程观察 所以你这整段出来 这个题 治疗就非常简单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第三个知识研究 骨骑细胞瘤 骨骑细胞瘤 大家注意了 那是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 交界性肿瘤 大家注意是交界性 什么叫交界性肿瘤 病理学经常考这个概念 就是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 那么叫交界性肿瘤 那么整个交界性肿瘤 例子 大家注意了 总共考了什么 总共你们书上讲了三个 在我们外科学里面 讲到骨骑细胞瘤 是交界性肿瘤 在妇产科学里面 讲到亲自性葡萄胎 是交界性肿瘤 那么在病理学上面 讲到什么 还有一个讲了 南朝的狼肿 是交界性肿瘤 有可能是良性的 有可能是恶性的 所以在这三个地方都讲到交界性肿瘤 那么这是典型的交界性肿瘤的例子 交界性肿瘤是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肿瘤 那么他的华林平年龄也是介于良性的成人和恶性的小孩之间 那么就是20到40岁是不是 他的年龄也是交于良性和恶性之间 所以你这样记住了20到40岁 20到40岁我记得考了三四次 总在考这个东西 当然那有的答案像不是20到40岁的 搞个21岁到30岁 搞个20到30岁 还真正大家注意了 都在这个20到40岁明明解答 这个考过很多次 所以大家有不愿意记 正因我这样 我就跟大家用黄言式去表示出来 表示大家好看 好了大家好好 我们刚才讲了阿骨软骨瘤 这个你典型良性骨瘤也在哪儿 长骨的干骨瘤 骨骑瘤也在长骨的干骨瘤 什么叫长骨的干骨瘤 跟大家说过啊 骨骨的元旦经骨的上竞端 也就是经骨平台的附近 二个人见 那么它是介于良性和恶性骨瘤之间的 骨瘤成偏心性融骨的改变 所谓偏心融骨的改变 就是这种回家炮一样改变 你看二个光片 是不是跑回家炮啊 一个一个大侠不等的 不规则的这种回家炮 那么这就是它的点心表现 所以会回家炮一样改变 这是它点心表现 其次上它也是个 不说回家炮一样改变 它干什么 偏心性融骨性改变 你看看 是不是偏心性 它也是它不是这种中间 就是怪怪的这种形状 没有骨瘤反应 因为它不是恶性骨瘤流 所以没有骨瘤反应 好 最佳的特点 好了 大家看01年这个诗题 古剧西方的豪华年龄 现在20到40岁 你就到这里面找20到40岁 找出大一 21到30岁 所以大一 所以有时候它专门考虑这种年龄 很无聊啊 你说这个年龄 记得一个什么用呢 没有什么用 但是大家考虑 也没办法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知识言 骨肉瘤 骨肉瘤大家都知道 这是电性恶性骨肿瘤 那有以恶性骨肿瘤的一切特点 第一 豪华年龄 跟我们刚才讲的恶性骨肿瘤一样 青少年多届 它是最常见的恶性骨肿瘤 所以这个最常见 接上考过是不是 所以希望大家 把这种带坠字 好好的背一背 它的豪华不为 常古地干狗担 古古地远 记古地惊叹 跟我们刚才讲的骨骑细瘤骨肿瘤一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骨肉瘤最豪华的部位 总体来说 豪华也 常古地干狗担 它有点心的 局部挑衅 局部疼痛 经慢弱张 假设身长比较快的时候 有病例性骨折 那么排斥埃格尔网片的时候 常常有这种容固性改变 最主要投出的特点 就是空地远山脚 和这耳光色线形象 好 大家注意 它由于是最点心的恶性骨肿瘤 那么这种病人一定要做根治术 根治术 大家注意 做得最多的就是戒指了 把这个肢体戒掉 你比如说这个病人 常古的干狗担 你哪个常古 公骨 公骨的干狗担 假设 他好像是那种 骨肉瘤就把这个公骨 上肢戒单 更多的都是什么 骨骨的远单 进步的进单 那么就下肢戒指 戒指了之后 你说合的也好 不行 他是青少年 往往过几年 五年生成年只有百分之五十 所以过几年 这个病人就死掉了 不过还好的 他的化疗比较敏感 所以这种病人 书前书后都要进行化疗 往往开刀怎么看 先化疗 再开刀 做写资 做了之后 书后再化疗 等到最后 最后一般都会转移 最后死掉了 一般都这样 这因为这种病人 常常到远处转移 会转移 所以 你在书后 在水晃的时候 要常规拍个胸片 或者书前 要常规拍个胸片 我记得有一年考过这个东西 但书前做的标检查是什么 拍胸片 这个都提摸 这个知识点 你们五年之下才没讲 在哪儿在八年之下 就专门讲了 他说骨肉里 容易发生 会转移 所以书前一定 常规拍这个胸片 假如胸臂胸胸 胸臂肺部已经转移了 还做不做手术 做都没有大大的意义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标准资料 书前化疗 书后化疗 中间手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骨肉里的典型资料方法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以新年这个诗题 大家看看 是不是这样 女二十一岁 这个病人 又大腿下单 肿痛两个月 差点 什么 这对大家 这对大家什么 解体没多大意义 主要看 下面张可演唱 又大腿下单 又中张 又牙痛 这是关键 就界限不清的 骨质破坏区 证明它是个恶心骨肿流 要骨膜 这是一个 黄色双银 黄色双银是什么 扩大板三角吗 日光色双银 这就是典型的 扩大板三角 所以有扩大板三角的 年轻的女人 没什么说的 这男朋友是什么 骨肉牛 所以答案为B 你看这种题目 是不是很简单呢 当然你要给他搞清楚了 这黄色双银 是个扩大板三角 日光色双银 正确答案是B 那么假如我再问你去 第二问再问你去 该病人最主要治疗 应该这么方法治疗 那就是什么 化粮 根治手术 再化粮 你选这个答案下 好了继续 我们再看一三年这个诗题 大家再看 男十二岁二十余岁的小男孩 一个月之前 我明显有因出现 左心股中单又中痛 昨天假如表面金面露章 批文真高 表面金面露章批文真高 这说明他是个个心股中流 是不是 大家继续玩一下 看来左心股金单 从无限改变 伴有骨膜日光 放弃上一线一下 这是什么 这就扩大板三角吗 放弃上的 什么 骨膜反应吗 所以读到这 那么第二问承担 就应该出来了 答什么 答第一 骨肉牛是不是 好了第一问 再说 为明显该病的诊断 那么首先什么方法 当然是组织活节 组织活节是个病理学检查 在CT引导之下 进行组织活节 或者窃取一段 组织活节 射癌 那么就要做根治性手术 假如是良性肿瘤 就做烧把 好 这一个很可能就是一个 骨肉牛 恶性股肿瘤 所以正确答案为D 第二问正确答案D 第一问呢 当然答案是C 好了第三问 问你合适的治疗是什么 我刚才说了 骨肉牛是个典型的恶性股肿瘤 那么它的治疗方法应该是什么 化疗 手术 再加化疗 所以答案为1 化疗 加手术保持治疗 大家注意一般的说保不住 但是这个题目还是给你一个保持治疗 保持治疗就是非常早的时候 能够保住自体 尽量保住自体 但是大多数都保不住 都是节肢 所以在凝床上 基本上都是节肢 很少也保住自体的 除了但是很早就找去 所以这个题打1 其他的你看看 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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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正确答案的可能 好 答案呢 刮除自治疗术 这是一般都是 交线种类的 质的比较多 对症资疗 证明什么 放粮 对它放粮不敏感 单纯节肢 大家注意 只是节肢 没有什么 化疗 所以不大事 所以这个正确的 最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 化疗 加几次 再化疗 有这样的答案应该是最正确的 那么一下 都是勉勉强强 可以进入正确答案之列 不是最佳答案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第五个知识言 叫转移性 顾中流 转移性顾中流 大家都知道 是某个地方 长个牛子 转移到骨头来了 那么 华盛山的骨转移 这是绝对的晚期 一般来说 在凝床都等着死 都是这样 好 这些圆化招 常常在哪儿 圆化招跟大家说了 最多件最多件的 他经常考这个知识业 他在转移股中流 圆化招最多件的是什么 乳腺癌 一个乳腺癌 单独一个牛子 在所有这种所有股转移的 圆化招的大约50% 他是最常见的 大约50% 而前例腺癌或肺癌 这两个活起来 大约50% 有何老师 连三个股中流 加起来都知道100%了 后面的呢 后面的很少 不超过1% 所以什么肾癌 胖胖胺 甲肾癌 后面很多很多的癌 我告诉你不超过1% 所以大家注意 大家假如问你 最常见的肿瘤是什么 哎 你就打什么 乳腺癌 所以在临床上 我们都是这样 一个男人 假如发生了 注意转移性股肿瘤 首先考虑什么 前例腺癌 赶快检查前例腺 一个女人 假如发生了 转移性股肿瘤 你首先考虑乳腺癌 赶快检查乳腺上面 预备一个牛子 都是这样啊 所以出题也是这样 假如考个男人 转移性股肿瘤 她常常提示 千年间癌的必死 两年之前做个手术 一个女人呢 很多年之前 两年三年 甚至十年之前 做个乳腺癌手术 头人一个股痛 哎呀 那就是点心股肿瘤 转移性股肿瘤 我告诉你就是这 常常转移哪儿去 常常转移 脊柱 脊柱 脊柱的椎体 脊柱长转移的部位 脊柱的椎体 大家记住的时候 跟这个东西一起记 鼓与关节结合 好坏也鼓与脊柱 那么转移性股肿瘤 好坏也脊柱 确别是哪儿呢 胸椎腰椎 那么脊柱和结合 好坏也腰椎 脊柱转移性肿瘤 好坏也胸椎 那么一般都是 年龄比较大的人 四十到六十人容易斗 反正这种人 也快死了 是不是 年纪比较大了嘛 好了 我们看看临床表现 是什么 临床表现 大家注意了 有疼痛 肿胀 病菌骨折有牙迫起处比较多见 他还有 其实主干受压 所以这种病人常常有 有有有有有 有这个症状 牙迫起处牙迫症状 甚至导致他癫痪 其中以疼痛最多见 所以希望大家给这个症状记忆一记 以疼痛最多见 他不然考虑一个 转型不重要的 最常见症状是什么 搞几个这东西 你又没办法处打了 所以像这种简单的字体 有时候你 你没看到很容易丢分 其实上考到 二个人表现 大家注意了 二个人表现 各种各种各种 容固性改变 或成果性改变都有 容固性改变 你如果假装害引起的 生害引起的 常常是容固性改变 而且你还引起的 常常是纯固性改变 其他的你们乳腺癌 引起的常常是 混合固性改变 固度破坏 那么用什么方法 来诊断 这个转移性股肿瘤呢 大家注意了 是核手扫表 核手扫表是最敏感的 简别转移性股肿瘤方法 所以我们看哪个病人 有没有股床瘤 常常跟他做个什么 ECT 就是核手扫表 确实的核手扫表 也比较便宜 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 给你扎了个全身项 都知道了 你全身骨头哪个地方转移 骨转移都是他 所以 既然是最敏感的方法 那么你想一想 他是不是答案 假如这个第一问 第一问 问你 这个病人诊断了什么 你打了转移性股肿瘤 问 我第二问再来 为了明确诊断 那么首先你检查是什么 你打什么 股扫表 啊 ECT 治疗治疗 没什么说 等到死吧 我刚才说了 这都是原化性的 这些肿瘤 已经转到骨头了 绝对的晚期 还有什么治疗 马上就死了 等着死吧 骨心治疗 对症治疗 能够活几天 活几天 就完了 他的生存时间一般都是 以天际 最多 了不起 以月季 都活不到几个月了 都是这样 这就是 过往转移性 股肿瘤的 治疗 好 大家再来看看 16年 这个事情 大家看 女42岁 这个病人 即一个月来出现 近期 腰部疼痛 夜间疼痛加重 一年前以乳腺癌 洗手术治疗 女人 我刚才说了 一个病人 乳腺癌 很多年之前 经过乳腺癌 突然出现腰痛 说不定腰痛 就是什么 急逐转移 所以这个人 应该考虑一个 什么 急逐转移 乳腺癌的急逐转移 因为是个女人 因为乳腺癌 化成 转移性股肿瘤最多借 占50%左右 所以 这个应该是 考虑一个乳腺癌 腰椎转移 所以她腰痛 所以她夜间加重 夜间加重 是她的什么 骨肿瘤的特点 所以她夜间加重 很多病人 在晚上跳楼 所以住院期间 大家一定要注意 晚上晚上 把这个窗户硕死 不然她就跳楼了 痛掉了 受不了嘛 她最后 什么失望了 这个就跳楼了 一些病人 我也明确腰痛的原因 那么最有价值的检查 那当然是 核素扫描 打位低 因为 转性股肿瘤 最长 做的敏感性最高的 那么 就是打位低了 就核素扫描了 所以刚才我已经跟她讲了 打位低 好了 继续我们来来看看 骨囊肿 骨囊肿没什么说的 就在骨头的地方 长了个大囊肿 所以这种笔 你拆都可以拆到 怎么样啊 很薄 由于她是个良性股肿瘤 所以界限很清楚 由于她是个股囊肿 所以融故性改变 把这个骨头都融了 当然长了个囊肿 所以一般的在哪 在点心的 良性股肿瘤 好好会干个单 所以她的表现 大家记忆 推都可以推到出来 这个干个单 圆性或椭圆性的 精简清楚 一个融故性改变 比比较薄 可以单方 可以多方 但大多数都单方 好 这叫她的点心表现 所以第一就出来了 是一个种水泪的 通常是单腔的 浪性的巨氧流氧并变 所以这叫她的第一 那豪华人群 儿童 其上的都可以有 长谷的干个单 又来了 长谷的干个单 是最豪华的部位 以外没有任何症状 大多的时候都是 病理性骨折 来去诊断 很多人都走路摔一跤 最后骨头淡了 来个拍拍片子 一看怎么样 这个地方有个孤狼种 去打了一个空泡 所以到这孤狼种 这是个才的确诊 所以平时的时候 是没有症状的 大家注意 好了 大家注意看 怎么治疗 怎么治疗 考过一次 很多孤狼种 由于是这种 良性的病变 所以可以治愈 就是自己痊愈 它比较特殊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那么它就考到你 你用错 可以治愈 有些病人假如说 它不治愈 很长时间不治愈 那么大家就用 甲破尼龙 来枪类注射 据说有一点鸟巷 但是我们注了几个 好像在我观察 没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甲破尼龙注射 因为它这个笔 狼腔很薄 所以它拿着注射器 就这么普通注射器 大家用点力 它就进去拿着狼腔 不需要拿电站站 所以说这种 不需要用很大的力 你既然不需要用很大的力 那就跟那个硬子板一样 所以它有化是什么 比你辛苦者 好 当保守质量无效的时候 那么就做手术 做手术 那么就是良性骨中的电性做法 刮出脂肪术 就把那个枪拿刮锁给它刮掉 刮得干干净净净了 哎呀 加这个枪比较大 就止骨 哎呀 这就是我们跟男嘉宾说的 骨囊注射 最主要的质量方法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题 你看 女孩子12岁 这个病人又上街 隐痛一个月 查理又上街 有亲头的牙痛 没有红种 二个字形 看着又公骨上大 看着它有个什么 脱约性 边界清楚的永固性病灶 边界清楚 又是脱约性 那说明它是什么 良性病变 那么有点干个难 这是点心的 良性病变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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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皮子喷着 薄 哎 变薄 这什么 很薄啊 喷着变薄 这骨囊注就变薄嘛 所以这个应该 正在中间是什么 骨囊注 所以打磨一 加上其他的 良性骨肿瘤 怎么样 按理别人说 骨软骨瘤 那是什么 骨心头起 不是个 不是个囊注 也不会变薄 他的骨心头起 所以跟这个是两码似 因此 大家从这一点上面 就会知道 烤的里就是个 良性骨肿瘤 良性骨肿瘤 除了骨软骨瘤 也源于烤的里 那么第二个 就是骨囊注的 所以 那么这个 自己打骨囊注 答案为一 所以大家 都自己 都会给它搞定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这些 骨 骨科级名的 好化部位 骨科级名的好化部位 大家注意 基本上都在 藏骨的干鸽蛋 很多很多都在 藏骨的干鸽蛋 为什么在藏骨的干鸽蛋 因为它血缘比较豐富 所以很多的 成血循环来的这些疾病 都可以好化 藏骨的干鸽蛋 比如我们讲的 极西血缘骨水源 藏骨的干鸽蛋 骨肿瘤 藏骨的干鸽蛋 那么骨软骨瘤 骨囊肿 这些良性骨肿瘤 长骨的干鸽蛋 恶性骨肿瘤 骨肉瘤 长骨的干鸽蛋 骨具细胞瘤 大家注意了 是骨蛋 骨蛋跟骨肿 长骨的干鸽蛋 有细微的差别 所以大家这么 一定要给它分开 干鸽蛋的 标的范围比较大 整个干鸽蛋 范围比较大 然后骨蛋的干骨 范围比较小 还有一个骨瘤 这已经从八百年 删去了 这是原来 历年争气是个考核 楼骨 下核骨 内生软骨瘤 这也是原来教程上有的 也考过 现在也把它删掉了 叫做手 或竹的管转骨 骨肉瘤 刚才我说了 其实上是长骨的干鸽蛋 把它换育过来 就是骨骨的远蛋 茎围的茎蛋 129 在骨骨 茎围 肺骨 这些 这些 上面都会爱发 由于一位是肉牛 这个冲皮现象 勇于考大家 这个浩华部位 从来就没考过 好了 大家看看你三年这个四题 骨软骨瘤 多介于什么 骨软骨瘤 多介于什么 多介于长骨的干鸽蛋 说答案比 很简单 是不是 好了 大家再来看看 骨狼种 浩华是什么 点心的 良性骨肿瘤 浩华仓骨的干鸽蛋 所谓答案为 所以像这个浩华部位 大家自我都来考你 你家人一个呃背 很运忘你 你家人我这样 你成表格了 这个批发的去背 那么大家就很容易 把它记住 并且不用搞分享 这个接受我们 跟大家讲的 这个骨肿瘤的 浩华部位 好 这些浩华部位 一定要给它 认认真地多看两眼 因为考试之后 经常出现 这些浩华部位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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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